尊敬的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的刘温祥 今天我宣讲的题目是 《建威之助 从家庭小账本看中国大发展》 这位老人 他是山东省青岛市一位普通的农民 叫刘元九 正是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将记账这件简单的事情坚持了35年 他所坚持记录的账本 成为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唯一一套农民家庭账本 作为党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物件 家庭账本 它既是一个家庭变化的存根 记录了普通家庭日新月异的变化 同时也是一个时代变迁的角柱 记录了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 透过家庭账本所体现出的变与不变 我们可以更切身地体会到中国的发展变化 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家庭账本 记录的是一个家庭每天的收入与支出 因此单从账本日常的流水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家庭收入与支出的小变化 首先收入方面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说到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据账本记载 1982年刘元九在分家时 家中排行老三的他得到了140元现金 那年年底 他的家庭总收入是800多元 2008年的总收入是4万多元 到2017年时家庭总收入已经变成了7万多元 同时收入来自于务工务农利息等多个方面 不再仅仅局限于务农 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家庭收入在不断地增加 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 其次支出方面 以刘元九的家庭过年账单为例 1982年1992年2014年 三年的过年账单分别为100元 1000元2000元 过年费用在逐年增加的同时 购买的年货种类也更加多样 同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食品类的购买 除此之外 很多家庭账本中还记录着本人 或者子女结婚时的花费 从五十年代的四个衣工程到六十年代的三十六条腿 七十年代的三响一转 再到八十年代的四大件 九十年代的新四大件 最后到今天的三斤一动不动 甚至是三斤三两万子千红一片绿等等 财礼在不断地变化 花费也从几十元到几千元再到数十万元 财礼的不断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发展 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家庭账本收入支出小变化的背后 是国家发展的大变化 账本的小变化与国家发展的大变化 基本上是同步的 接下来 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视频 来回顾一下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发展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 用一张动图展示了中国是如何崛起 成为当今全球经济强国的 动图显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经济体量还远远小于美国 到七十年代末 中国改革开放加速了经济增长 九十年代后 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在世界叛律中迅速攀升 直到2010年超过了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通过刚才的短视频 我们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 2020年 即使面对疫情防控的巨大压力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仍然首次突破100万亿元 而右边的动图 也可以清晰地展示出 中国人均GDP的不断增长 在2019年 中国人均GDP更是首次突破1万美元 正是国家迅速发展的大环境 才为每个家庭的小变化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作为传承了数十年的习惯 家庭账本也体现着不变的东西 首先 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没有变 许多人记账时的初衷是为了节流 减少不必要的花销 做到量入为初 随着历史的发展 小账本中的内容不断地变化 甚至是记账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但很多人记账的习惯却没有变 勤俭节约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 家风 家训 家规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 对于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其次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没有变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 就肩负起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在建党百年之际 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圆满胜利 小康社会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民生是最大的工程 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 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 2017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时 在贫困户徐海诚家里 与徐海诚一笔一笔算着家庭的收支账 这一笔笔收支账 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小账本大情怀 小小的账本记录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却映射出国家的发展变迁 从早期柴米油盐的票据 圆角分离的计算 到如今衣食住行 修行娱乐的多样化 升级化的消费 有力地体现出了国家的繁荣强大 同时 记账习惯的不断传承 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 而且这种传统永不过时 民生五小事 支业总观情 在这小小账本的变与不变中 我们可以切身地体会到 中国的发展变化 感受到中国共产党 对于初心的践行和使命的担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